国际车企不努力,比亚迪就会教你锁人 这次比亚迪汉的降价增配,给合资车的压力非常大 或者说,比亚迪压根就不想给合资车留退路了 你不是说打价格战吗?那我不但降价,还要增配 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技术和价格的双处碾压 这我可不是在吹啊,这次比亚迪汉新款的最大变化 不是第五代DM发动机技术,永自电机,或者云碾C车身 这些都是比亚迪的专利技术,碾压同行的存在,早就被大家给吹烂了 真正让我觉得比亚迪汉能摁着国际车企打的是悬架和振架 这两个零件的迭代,可以直接让黑子们闭嘴了 要知道,这两年比亚迪汽车虽然崛起了,但还是有不少人逮着他骂 其中一个骂的最凶的就是筷子悬架,被某些群体黑成工业垃圾 筷子悬架本身没啥毛衣,它比较容易调教,某些路段也更加稳定 很多合资车也是在用这个技术,比亚迪汉卖了这么多 也没进筷子悬架,这就断了啥的 但谁让你是比亚迪呢,你卖的比合资车好,那就是原罪 于是就有人开始带节奏,节奏一多,舆论就被带偏了 这次新款比亚迪汉就堵住了这个喷点,将筷子悬架升级成了五连杆悬架 五连杆悬架够高端,用料够足了吧,我看你还怎么尬黑 还有高阶支架,也同样让人找不到喷点 以前不少人都说,比亚迪的肉环就差支架了吧 老实说,这点我是承认的,比亚迪专注在硬件上的自研 自动驾驶上确实保守一点 但你不能说比亚迪没有能力研发支架 毕竟,一家能够全部拆连支架的企业,没有研发能力 那是转出搞笑啊,能不能搞支架,就看你有没有决心 比亚迪早在一年前就成立了上千人的支架团队 砸了十几亿下去,如今一年时间过去了 比亚迪已经赶上了支架的第一梯队 新款比亚迪汉直接上了机关雷达,30多个敞感器以及自研的天生支援系统 它的支架系统怎么样,我可是亲自体验过的 不敢说比其他车企强,但是绝对不差 也就是说,比亚迪其实已经补上了最弱的环节 这就让很多国际车企和合资车相当难受 要知道,比亚迪就是顶着这些缺陷 依旧干到了新年车销量的第一啊,比特斯拉都高 就拿今年第二季度来说,比亚迪汽车销量98.7万辆 毛利润率高达23.9%,再次创造了历史,而特斯拉呢,挺惨的 第二季度销量只有比亚迪的一半左右 平以为豪的毛利润率演向到了12.9% 因为实在太拉垮,特斯拉股价竟然崩盘 掉了将近12.3%,连特斯拉都打不过比亚迪 更别说其他合资车和进口车了 这就苦了那些B级合资车了 以前,这个领域的车型一往都是进口或者合资车的天下 海美瑞,帕萨特,麦腾几乎没有对手 再往上就是雅阁奔驰之类的,国产品牌很难挤进去 因此,国际巨头们凭借着B级车,真的是盆满钵满 这个车型被他们看作是必争的车型 因为再往上就是C级的豪车了 利润虽然高,但是销量占比却很少 无法支撑起整个企业的营收收入 简单来说,就是靠豪车养不活车企那么多人 但是自从劳款比亚迪汉航空出世之后 不仅打破了欧美日韩的垄断 而且长期霸占板单第一名 本来这就让合资车的压力很大了 如今新款比亚迪汉再次补上了漏洞 对于国际巨头们来说,压力可想而知 现在已经不是你降不降价的问题 而是在时代的洪流里 你再不跟上就要被彻底淘汰了